根本是融入不下这个巴士的 也时程里面呢 时常会阻塞着 也拖慢整个程序 接下来就是四十以四倍了 那么第一个就是厕所 说真的每个游客到来个国家 在关口排队时间 一两个小时三十个小时 过完关第一样事情 会做的就是先三个位 可是往往那个卫生间 然后环境也不严裂 卫生情况也不理想 接下来就是 雨天 工作美的情况之下呢 下雨天 我们巴士是没有个很 proper的地方 停着 让游客很安全 也不淋雨的情况之下上 然后就是垃圾桶不够了 那么希望当局也可以增加垃圾桶的设施 容纳度 然后高峰期也是刚才一直在强调的就是我们关口已经容纳不了今天不客的这个量 好 关款呢就是我们一共这个 second link 我们呃今天主要比较 focus 在 second link 的这个关口 那么 second link 呢主要有两个 building 每个 building 呢是有十个柜台的 那么两个 building 加起来呢就一共有二十个柜台 可是往往呢很多时候就只有呃五到六个或者甚至严重下来只有两三个柜台是在操作的 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官员们换班的制度呃我们也很难捉摸啊 就说他换班你呃就是要比较系统化来换班比较效率的 然后呢就是税务的标准 那么我们面对呃我们接管很多时候游客在关口卡关拖延时间也是因为打税的关系 那么这个税收呢呃没有一个一定的标准 使到呢很多时候会有很多的argument 就是游客跟官员的一些argument就会形成整个过关的程序呢也会变慢 除了关口的安全我们也面对的我们团队就是游客比较喜欢走的行程 离不开马六甲 吉隆国这两个地方是每个游客必须会走的地方啊 啊不是呃包括中国团啊越南团啊台湾团啊所有各地的游客都会 这两个地方比较多也成为一些呃 小偷或者是呃不爱好意的人士 针对了一个地方 所以呢三四年前马六甲整个马六甲的安全问题也非常的严重 当时我们导游呃为了在短时间里面啊可以解决一个问题 当时我们导游呃也各自呃 套了套钱出来每个月30块来请了瑞拉来维持一下这个马六甲 最主要的景点 就是三宝庙 这个红屋啊 这两个地段啊都会看到这三年里面都会看到有瑞拉在那边维持测试 因为这三年有瑞拉在那边维持资讯呢说着马六甲这两个两大景点是零犯罪率的啊 那么也保障了游客跟导游的安全 那么现在我们面对的就是基隆坡的治安问题啊 基隆坡主要的景点包括独立广场 那么啊国家皇宫 国家清真室 国家纪念碑 这些都是象征着马来西亚的地方 也是每个游客打卡的地方 我们称为啊网红或者打卡的地方 连这些地方都时常会出现抢包包 这些情况呢就不应该了啊 客人只会回去 宣扬马来西亚的负面的东西 就是治安很严重 所有的柜台都安排官员上班 尤其是在高峰时段 就是我们一般高高峰时段呢 就是下午2点钟到下午6点钟 这段时间啊 那么这个是最快可以 呃缓解这个关口赌人的一个情况 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我们也提议呢 各大旅行社 在马来西亚的各大旅行社 能够提供团量的资料呢 给有关的工会 让工会呢能够把这些资料 传达给这个海关 让海关呢可以安排足够的人手 去操作整个公关的程序 那么第三点呢 要我提议呢 呃 可以就是说呢 安排一些 瑞拉或者是一些人 可以维持一下巴士的秩序 不要让在排队的巴士 或是小车站面乱插队 这个也会严重 呃带来这个堵塞的问题 那么希望呃 另外一个提议就说呢 官员能够提高这个效率了 啊说真的 我们很很简单的对比 新加坡 放那么多人过来 我们就接待那么多人 啊可是新加坡 只需去去用了 30分钟到 45分钟啊 让团队过来 可是偏偏来到马来西亚 短短的 一段路就需要堵塞 4 5 6 7 甚至最严重8个小时 这种情况 啊 那么因为在两个 的这个阶段呢 你大家想想一下客人在车上 等个5个小时 16个小时 然后呢 是没有厕所 可以上的 直到你过完马关 该好硬了 啊 你才有厕所 上厕所 啊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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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